不見的話呢 那我們該怎麼樣把座標系統再叫出來 這邊需要寄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 叫UCS的說就UC兩個 UC 你就打個UC UC ENTER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跳出UC ENTER 它就會跳出UCS的一個相關的設定 那假如說呢 你也許不小心把這個UCS圖器把它關閉的話呢 那這個打開這邊把它打關確定 那UCS就又出來了 這個是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假設相關的設定 那UC ENTER 裡面還有其他其他相關設定 你們再看一下 一般會更改的就是 假設你要把UCS圖器關閉的話 就直接UC ENTER就可以把打開 那個地方打過關 那如果要把它再開起來的話 你直接打UC ENTER 那這邊把它打開按確定就好了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上面這個UCS 我希望調整它的 第一個是這個字的大小可不可以調整 顏色可不可以調整 實際上這裡如果說UCS 你要做一些調整的話呢 請你找到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呢 顯示 顯示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什麼呢 UCS的圖示 從這邊圖示裡面呢 再去找到性質 有超級層 就是其實都是在檢視 然後後面上看到就是UCS圖示性質 那從這邊的話呢 請你把它點下去 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圖示的大小有沒有 大小的部分呢可不可以調呢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好了 然後顏色可不可以更改 原來是白色嘛對不對 你可以再去把它改成其他顏色 比如說像我把它改綠色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就變成綠色 但是在這裡特別注意 我的這個視覺的形式 一定要在2D線架構 一定是要在2D線架構 才會有作用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注意 這裡的話想你們先試試看 剛剛的實驗是UC Enter 另外呢 檢視的方式的話 是在這邊圖示的性質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